表评论员文章 题目为为两个率先撑起绚烂半边天 今天下午中央召开全国创先征优活动总结交流会议 省委书记罗志军代表江苏省委在会上做了发言 介绍了江苏创先征优活动的做法和经验 罗志军说 在创先征优活动中 我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 坚持以创业创新创优 征先领先率先的三创三先新时期江苏精神为引领 组织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争科学发展之先创社会和谐之忧 务民生幸福之时求党建创新之效 为实现两个率先注入强大动力 一是全力以赴争科学发展之先 我省广泛开展科学发展争一流活动 13个市和102个县区选学习标杆 找工作差距定赶超目标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立足本职岗位争创一流业绩 带动全社会形成人人争先 行行领先整体率先的农货氛围 二是同心同德创社会和谐之忧 我们组织各级机关党政领导干部 到基层了解民情名义 破解发展难题 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干群关系融洽 促进基层发展稳定 促进机关作风转变 为两个率先赢到了和谐社会环境 创新征优活动期间 全省有5.57万名党员干部下基层 走访慰问群众30多万人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近2万件 三是全心全意务民生幸福之时 全省各地大力实施民生幸福工程 把公共财政向民生领域倾斜 推动实现了城乡低保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社会养老保险5个全覆盖 四是与时俱进求党建创新之效 这次创新征优活动 有效激发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创先进征优秀的内生动力 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战斗力明显增强 党员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 华西村吴元宝等老典型 焕发新风采 全国创先征优活动 先进县昆山市村支部书记张亚勤等 新典型争相涌现 通过组织百日攻坚千村升级行动 全省20万个基层党组织 普遍进位升级 其中好的达80% 较差的基本实现转化 我们还大力实施大学生党员素质工程 总结推广宏渡集团党建标准管理等一批 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范例 形成基层党建工作经常性动力机制 全面提升了基层党组织见识水平 罗志军表示 创先征优是江苏两个率先的动力源泉 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批示 和这次会议要求 继续大力弘扬三创三先精神 推动创先征优常态化常效化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省长李学勇近日先后到苏州长州调研 他指出要深刻领会和贯吃落实中央的部署要求 深入贯吃落实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更好地把创新区